我谈一个观点 就台湾现行的法律 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我们打开来看 第一条 第二条 那不就是说 两岸现在是一个中国 两个地区 一个叫台湾地区 一个叫大陆地区 那两个地区现在制度不一样 那一个中国下两个地区 两个采取不同的制度 不就是现状吗 所以为什么不能谈呢 我觉得国民党的人 很怕被抹红 所以就不敢谈 民进党知道国民党的弱点 所以每一次就故意抹红李 抹红李国民党就退 就不敢谈 那不敢谈这个话语权 就跑到了民进党的身上 所以民进党要把一国两制妖魔化 要把一国两制邪恶化 要把一国两制污名化 就随它去做了 所以就没有办法出现不同的声音 我认为 其实作为一个蓝音的人 如果就我 我宁愿告诉大家说 现在的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规范两岸关系的法律 就告诉你 现在是一个中国 两个地区 两个制度 现状就是一国两制 一国两制是可以谈的 大家回到习总书记说的那个话 鼓励台湾来民主协商 两制的台湾方案 它是一个可以各方面非常弹性化的 可以去协商 可以去讨论 可以去谈判 但是它有个前提 是一个中国 它有个前提 两岸必须统一 它有个前提 两岸都是中国人 在这三个前提之下 什么样的制度 什么样的方案 不能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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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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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订阅 行是单 在发现 看得到 是什么事 在这些地方 好 看得到 照明 看得不透了 好 一半